華林教育大學病入東華大學之後 東華大學在硬體上都積極的興建中 去年才平息工人未領到薪資 而罷工的事件 今年三月又有一起工人罷工事件 這棟四層樓高的RC結構藝術學院 去年三月五日動工 原本預計在今年七月十二日完工 不過現在才將要蓋到第二層樓 就因為工人未領到薪資再次罷工 該工地共有A B C D四個班 總人數約一百二十多人 從過年前到二月十六號的工人工資 已經有高級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幫中包商竭力開發實業有限公司 代電了薪資 而二月十六號以後到三月初的工資 工人到目前都未領到 經過現議員楊德金的協商後目前高級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先代電從二月十六號以後的薪資 並簽下切結書將在三月三十一號以前支付A班的薪資 至於中包竭力開發實業有限公司 高級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也考慮與該公司的合作 協商後高級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承諾該公地A班的員工薪資 會在三月三十一號以前支付四十二萬四千三百元整 至於BCD三個班的薪資也還沒有下落 A班的員工幾乎都是原住民 雖然暫時安息了A班的薪資問題 但需等到薪資領到後 員工才會上班 這場積欠員工薪資的問題 可能只是一個開始 記者